Leo聊世紀 天梯六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庫曼仁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是Ryper選擇到庫曼仁 先來討論一下庫曼仁 庫曼仁的特色是封建時代開始 就可以蓋下自己的額外城鎮中心 而且庫曼仁的遊俠 他的跑速是世紀帝國裡面 跑速最快的遊俠文明 他沒有跟蹤技術 所以每個時代時候 這個騎兵的跑速會慢慢提升上去 到帝王時代可以加到20% 庫曼仁他的馬功路線比較微妙 沒有三級色 所以用起來手有點偏短 但是他的寶兵清查 就是這個散彈馬功 所以到了帝王後期 所以這個馬功路線 可能不是這麼的有感 大家都會覺得說清查這個單位 並不是那麼實用 但是在城堡時代的庫曼清查 其實殺傷力是蠻強大的 那庫曼仁的步兵路線呢 基本上是三攻三防都有 但是沒有軟甲技術 但至少大槍兵是有的 所以反制這個駱駝單位是OK的 那庫曼仁後期還是比較需要靠自己的大落馬 或者是遊俠 或是草原騎兵作為主力 駱駝不能三級 所以只能城堡時代稍微用一下而已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位皇室玩家 是這個怎麼唸呢 巴巴勒姆 巴巴勒姆 應該是巴巴勒姆 哈哈哈哈 有點難唸了 應該是法文 這個獨特的法文口音 我不會唸 我記得他是法國人 分數很高 可以看到2750分 雖然在我們頻道不常見 但他能撞到Viper 一定是有自然的實力在 然後來看一下瑪雅人特色 那瑪雅人特色呢 是所有的資源 就有這個15%的永續效果 所以他可以採集的資源 再多這個15% 那瑪雅人呢 他的弓兵路線 是比較厲害一點的 有這個弓兵單位減免 非常的多 那後勤呢 可以考慮轉這個槍兵 但是他只有雙手劍兵 沒有劍勇 那我覺得關係不大 如果需要用到步兵情況下 雙手劍兵還是得出 那他的老鷹呢 是血量最多的老鷹文明 後期點下網經果 可以高達100滴血 後期呢 也有這個 散彈戰矛可以用 所以這個比賽對決 是散彈馬功 配上散彈戰矛的對決 如果兩邊有錯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地圖的部分 我們先看到瑪雅人地圖 下面有一塊黃金 上面有一撮黃金 黃金是這兩撮才對 看出來都是野金 這兩個野金 附近呢 在前面的話 非常的難受 但至少黃金在後面 那待會的重點呢 就是中後期 一定要把這兩塊黃金給控住 那墓區呢 看起來非常痛苦 完全不是很好穩的一張圖 除非你要大圍了 那只有大圍才能救他了 如果不為的話 就是只能打強攻了 走這個棒棒開局 棒棒要敲了嗎 這個時間已經蓋好很快喔 應該是要打升級後轉棒棒 然後接攻 這裡有挖黃金 所以隨時接攻都可以 那沒意外的話 瑪雅人打這個棒棒 二棒棒轉攻兵的機率很高 因為這個是瑪雅人比較流暢的打法 而且是自己地圖很差的時候 都可以打這招的 那庫曼人 Viper這邊是決定要來開TC嗎 庫曼人封建時代開TC是OK 因為這裡沒有下均勻喔 所以可以看到 應該是要下TC吧 當然要下石頭區會比較好 為什麼要下石頭區呢 是因為喔 這個 唉唷 棒棒殘燒一直 因為要先確保石頭來遠喔 庫曼人封建時代 基本上喔 不太能出兵喔 只能靠這個劍塔去做防守喔 再來可以出這個毛兵 當然出太多毛兵又會斷村 所以用劍塔防守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那這邊最好是先把木區阿 骨子區先控制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黃金 黃金最後控 是這樣的順序會比較好 好 拉了一些村民過來直接硬打架 因為這裡要補木頭 拉了一些村民過去直接吃果子 劍塔沒有打算要插 挖了一下石頭 沒有打算先 看到弓兵過來 還是繼續挖個石頭吧 OKOK 白朋友這邊看到弓兵了 挖石頭 好 插了一根劍塔 有個劍塔在上方的位置 好 現在有八隻村民 八隻村民 這裡三隻村民 再繼續吃果 把這個果子吃一吃 後面再補下了一個農田 那待會第一根劍塔 可以補在這個位置之後 這裡也可以考慮補一根 再把這裡 控一下 上方這裡 看一下哪裡可以補 果子區 感覺也需要補一根喔 因為待會 因為待會這邊會撒農田 庫曼倫的農田領地會非常廣域喔 因為它是雙TC嘛 自然田喔 也不是正常的十幾片田而已 可能二十幾片田都會出現 所以後面再插一根劍塔 會更適合一點 好 Wipe這邊防守完全沒問題 那問題就是 要怎麼升時代了 現在沒有辦法獲取黃金 好這根劍塔又插得下去 但是 瑪雅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 好這邊控制升級 好像有點壓力 黃金在前面 找個機會去插黃金 不然升不了等級 升不了時代 這個四級要不要往前插 不插四級 選擇了軍營 將射箭場 好這裡收村 沒問題 現在Wipe一隻村民都沒死 太猛了 好這裡過來蓋箭塔 有看到嗎 好看到了 這個箭塔應該是看到了 OKOK但是工兵有點多 可能會被弄死 好這裡轉了一些毛兵出來 瑪雅人升到了城堡時代 好奴兵二級射二級伐木都點了 看一下瑪雅人家裡 果然是完全眉尾 走一個強軍事 非常強的那種 完全沒有後續的 轉經濟的想法 這裡就是一波把庫曼人打死 沒有打死 自己就要被打死 這邊二級射出來 Wipe這邊很難受 左邊的毛病被反殺了一隻 Wipe點下來一級射 前面的黃金控不住 想要挖後面的 沒黃金很難受 會不會被控死呢 還蠻意外的喔 Wipe居然是走了一個 雙TC開農路線 因為現在庫曼人的玩法 還是比較正常的肉馬開局 或是轉毛兵防守 然後再找機會開TC 其實不太常會遇到這種 直接開TC的辦法 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現在很少人會這樣看 即使村民術領先 支援量其實差不多的 因為你會一直去收村 所以沒有辦法穩定的採支援 好 結果前面這根劍塔還是建好 但是最後是死了三隻村民 左邊這個劍塔 好像有機會 但是工兵來了 Wipe 這要硬蓋嗎 要硬蓋了 哇 這一波死傷可能會很多 Miper的村民一直在倒地 工兵兩隻一直在後面打 還有棒棒在輸出 劍塔終於蓋好收村 先點掉了奴兵 棒棒點掉 剩下老鷹 好 終於有穩定的黃金礦了 好 但是前方的投石車出來 但這根劍塔也打掉了兩隻工兵 好 要修一下嗎 簡單了 這個劍塔修不起來 要放棄了 Miper要撤了 後面往前走 點了一下 沒有拇指環 點不到 兩隻村民迷失了人生方向 怎麼往前走呢 應該是要去伐木 好 Miper也點下了城堡時代了 現在田也蠻多的 看要不要轉馬 好 這裡轉馬就 好 那黃金的部分現在16個人挖金 大家會轉騎士出來 看能不能解得掉這些投石車 那暫時來說 要擋住這波投車公式 應該是沒有辦法 三台投石車雜梯係數也很快的 會不會被退款呢 Miper 聖時代 還有 40% 還有60% 現在才來到40%而已 哇這個升級壓力好大好大 好 這邊投車砸一下 好 爭取一下時間 Miper要是被退款 可能就要GG了 防守 往前點村民 點得死嗎 有困難 好 拼中點好了 先按幾隻肉麻吧 好 阿丹 瑪雅人這波攻勢非常的猛烈 好 但拉了非常多的修民 村民來修 修到沒木頭了 好 OK 但是剩下十幾秒 實彈應該是能修好 蘇格村 再抓幾隻工兵 肉馬過來 阻止一下 勇子肉馬 逼退 TC守得住嗎 點下二級馬卡 沒辦法 倒了 靠 Miper這個打的壓力真的很大 OK 再一個馬舟蓋好 還好庫曼人的馬舟 一個只要100木頭而已 再一個採換地 防護場沒什麼兩樣 問題就是 現在有沒有資源可以出 那現在要不要出工程器製造所也是個問題 出頭車反制的話 可以打工兵也可以打頭車 但是Miper並沒有轉頭石車 所以只出了騎兵路線而已 你還是要補工程器製造所 騎士去BD 那家裡用頭車防守 確實是一個好辦法 好騎士出門 事先抓掉後面的工兵 這隻村民並沒有抓掉 好 生女開始在產生了 好騎士出門 好現在只有偷家才有機會 那Maya已經開始轉3TC開農了 好Miper這邊也在囤騎士 但是後面TC有再繼續開 聰明數63打59 Maya人聰明數並沒有落後 資源量跟Miper是差不多的 反而是Miper這邊還是落後狀態 封建開TC 真的優勢並不大 這把打去漂亮 投車反制投車 還是在打這個投車壓制時最好的辦法 先就算你有救贖思想還是要研發 投資475 黃金消耗也是蠻重的 救贖思想 好騎士過來 開始抓農地裡的村民 這裡很痛很痛 趕快過來打下奴兵 但這個直接扛TC的傷害打奴兵 好再砍 剩下兩隻奴兵 還是去抓別的地方 好證明部分Miper頭車直接1換4嗎 哇靠1換6還換到2隻單位 Miper太強啦 我們讓我們去看一下這個投車是怎麼秀的 好這邊騎士過來 來看一下我剛剛沒看到的精彩畫面 Miper正面 這邊騎士在打村民 突然投車往前砸了一發 打掉了2隻工兵 再回頭找一發又拍掉了一個投石車 騎士往前 投車再往前拍又拍掉了一台 投車然後再往右走 再往左邊拍 預判成功 成功換掉了1換4投石車 各位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實力 大家都說Miper不行了 但Miper不是不行 只是他打天梯 不是很認真 但這場比賽好像讓Miper的 勝負率拉到最滿 像他這一把 表示我沒有打算要亂玩喔 我可能是有點認真的 看到這個多線進攻 就有感覺Miper是這一把 稍微認真了起來 哎呀投石車 還好Maya人沒有救贖思想 連點都不能點 所以根本不用擔心他會招搶投石器 直接砸爛 舒服再賺一百金 家裡 騎士一直解不掉 Miper的多線進攻 讓Maya人的前線 已經沒有辦法正常的運作了 全部回首吧 騎士在家裡一直鬧 Maya人的村民術一直沒有辦法穩定起來 家裡沒有修道院 是Maya人的最大的敗筆 這裡Miper一定要拉騎士硬砍喔 不硬砍的話 這真的是會沒有辦法打出經濟差距來 這裡Miper支援量已經領先對手 大約六百支援 TC繼續補下去 這裡的維劍趕快剷除一下 騎士繼續往對方家裡送 瑪雅人這邊有彈道學 所以現在工兵終於可以有效反制這些的騎兵了 Miper點下了惡農惡目 把這個經濟搞到最好 忍者技術已經有了 黃金有點爆量 死三個人挖金確實有點多 但沒有問題 黃金一直以來都不嫌多 這裡再繼續補農田 後面木頭再穩定下來 還好這裡還有一片木區阿 這個木區相當舒服 正面的部分點下了神聖思想 還是想要繼續提升一下生旅路線 但瑪雅人的生旅路線 我是覺得在南美文明裡面 最爛的一個文明 因為少了一個救贖思想 就差很多了 雖然還是可以招降單位 但是相較比起 印加或阿茲特克 瑪雅人少這個科技 就真的很關鍵 真地戰來說 並不是那麼的強勢 雖然他是工兵文明 但卻不能招降投食器 這一點就稍微弱了一些 遇到後期有火炮的文明 瑪雅人總是會比較被動一點 只能產這個黃金國老鷹去做解決 好 那現在瑪雅人 把前面補了城堡 要轉羽毛劍射手嗎 羽毛劍射手雖然可以拉打騎兵 但傷害會比工兵少了一點 所以現在瑪雅人要轉兵的話 也不是那麼的好 哇 這波頭車又漂亮了 舒服了 砸了下去了 我又死了一大片 這台頭車 很高阿 又來一發阿 再往後拍 沒有拍到 哇 這坨工兵 最後只剩下10隻了 光這台頭子車賺了10隻工兵 又來一個多線 自習騷擾來了 正面騎士 後面有騎士 馬雅人 現在 壓力回到了自己的身上 地形超爛 要怎麼圍呢 不圍 開TC防守 但是不圍的問題就是 viper可以到處騷擾 大力可能要補雙修道院才有可能守住了 現在單修道院還是有點太小看 viper的 這個騎士多線騷擾 遇到這種多線騷擾的時候 最好是在TC附近 趕快多插一些哨戰 多盯小地圖 生女的佈置 到處佈置會比較好 甚至放在中間的成燈中線附近也都ok了 生女就不要在前線會比較好 好 上方果然又一波騷擾 但這邊即時收村 好這裡招翔 但是後面有兩隻 生女應該是逃不掉 直接上去開砍 漂亮了 羽毛劍射手轉型了 弓兵導光 開始轉羽毛劍射手 傷害只有7點傷害 騎士是4點遠防 射下只有3點 麥雅人點下了帝龍的時代 帝龍的時代 羽毛劍射手 殺傷力就會差很多 畢竟多了一個化學跟三級射 然後底下一個三級馬卡 至少還有這個精銳升級 精銳升級 而且折扣可以再更多一點 好 兩邊差不多時間點下帝龍的時代 麥克爾的帝龍的時代 可能會走遊俠路線 好上方這一波突襲 又抓到了幾隻村民 麥克爾的村民術一直遙遙領先 好 這邊已經 又領先了4000多的資源 麥雅人 TC閒置也來到13分 MIP來到了15分 但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臭民術有領先 而且還守得住 好這裡轉了一些肉馬 這邊可能是要轉大肉馬嗎 轉大肉馬然後 不轉騎士 好這邊清奇兵想要來抓生鯉 好 單修道院的產能 讓生女的數量真的是有點少 麥雅人可能覺得自己轉酸修道院 黃金沒有辦法支撐羽毛堅射手 其實也算是ok的 好 中間這根城堡 守住兩塊附金 現在正面的部分 歐馬衝出來 羽毛堅射手 數量來到12隻 好 這些清奇兵速度很快 羽毛堅射手的拉攻速度是非常快的 哇 射掉了 好 後面的 清奇兵 要小心 好 這裡再補下一個三級射 羽毛堅射手 弓要成型起來了 MIPER這邊還是要轉下 重裝騎士 遊俠路線 並沒有放棄 好 這波清奇兵衝進來 後面有城堡 這個城堡 插得不錯啊 但是 森嶺沒有辦法 有手術收起來 又倒了一隻森嶺 下面的清奇兵又來了 VIPER的多線騷擾 下面這裡有清奇兵 這裡有清奇兵 這裡也有 三個地方 都有清奇兵 這就是VIPER 最拿手的 窒息式騷擾 他在很多比賽裡面 都是靠著這招 打遍天下無敵手啊 但是 現在呢 已經被HERA給擋下來了 因為他這招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 經濟不是那麼的好 那 移走一個正常 開農路線的話 VIPER跟HERA 好像是HERA 更傷一層樓的樣子 現在VIPER的多線進攻 對於HERA來說 HERA只要全面防守反擊 就能守得住了 所以說 這個窒息式騷擾 並不是一個 無敵打法 而是打大部分的人 依舊有效 但知道怎麼對應的人來說 就會比較難打一點了 好 但是現在馬爾人 好像也知道VIPER 是窒息式騷擾的關係 城堡也補了蠻多 煽動城堡 現在可以有效 擋住這些肉碼的騷擾了嗎 還是要轉一些槍兵呢 這裡有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城堡的防守範圍 而且已經涵蓋到了非常多的農地地方 這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問題是沒有槍兵 好 換馬爾人這邊要來給VIPER壓力了 這邊騷擾 趕快收村 槍兵趕快按 軍有補嗎 又來了 好 換這一波 說馬爾人抓掉了幾次單位 但是沒有繼續深入進去 裡面其實到處都是劍塔 要深入也不是那麼容易 馬爾人這一波收村已經收得很不錯了 還有一百多村 村民死傷並沒有很嚴重 全部守住了 這個馬爾的城堡確實蓋得不錯 但是遊俠快要好了 遊俠一出現 馬爾人還沒有槍兵成型的話 這就尷尬了 好這邊羽毛劍射手開始拉打 山很高 但是有點拉不太起來了 衝車過來 想要吸一點傷害嗎 羽毛劍射手沒有打傷到裡 這一波拉弓拉得很漂亮喔 拉打 哇點掉了很多落馬勒 但是問題是 花了這麼多手術 在這一坨羽毛劍射手身上 viper只需要按馬 然後開始吞馬往前 遊俠一來 羽毛劍射手將會打不動 一定要配上一些槍兵 但這裡怎麼在轉老鷹 哇吐了 他怎麼會覺得viper沒有遊俠呢 反正覺得用落馬 老鷹就行 但遊俠一出現 G了 打不贏 羽毛劍射手 絕對打不贏遊俠 打出了追局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這感覺馬亞人的決策 後期出了一點問題 槍兵升得慢 沒有馬上把槍兵給升起來 反正是投資了非常多的黃金 在生女身上 跟羽毛劍射手身上 當然我覺得羽毛劍射手這個思路是沒問題的 問題是viper這個自習是騷擾 是真的太麻煩 到處都有進攻的部隊 那均勻的部分造成沒有辦法穩定先下起來 雖然這邊在補均勻的 但這個均勻補的 還是有點太慢了一點 一旦遊俠一出來 就直接是秒殺經濟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就是由viper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贏了大概1萬1左右的支援量 只能說viper在認證的時候 還是非常可怕 即使是封建庫曼雙TC 也是守得還蠻不錯的 雖然TC被拆掉 但至少後面有打回了 這個中期的轉折 打得還是十分精彩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支援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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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